开门前不惊苦笑 鼓起勇气用力把门推开 男子握着门把硬生生被风 连人带门吹到室外 用全身力气才关上门 到冲绳玩碰到卡努便避难之旅 住在冲绳的台湾人 躲在家网窗外拍 风大雨大让他们简直吓坏 就算于是去换风还是很强劲 路数都被拦腰吹断 尤其在周二晚上风雨最剧烈 基本上我跟我先生整晚都没办法 所以因为那个风声太大声了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他们来了大概五六年的 他们都说这个是最厉害的一次 受到中台卡努影响 三号国际航空 台湾冲绳航线长荣一班延后 华航新宇虎航则是两班延后起飞 接下来几天会不会影响还未知 我本来我先生的叔叔阿姨 他们本来星期三要回去小维 结果现在希望星期一可以飞回去 关闭两天的纳扒机场 周四终于恢复起降 但有旅客抢着要登机 一家四口加四万八升级商务舱 才能挤到首班返台搬机回来 要不然说要去那边当场排后卫 所以我们就还是花钱的 赶快回来台湾 是是是 他们机场那边后卫人非常量多 是哦 都坐在地上排一整排 旅客也说等机进舱 要等到八号才有位置 这几天冲身只能靠微波食品泡面果腹 出国旅游难得鬼情四件 东京的旅客也担心班级受影响 我其实蛮理想 因为我们看那个台风的路线预测图 其实基本上它完全是在航道上面 我是不晓得飞机怎么有赶这个 我们就是勇气赶飞啊 日本气象机构推测 卡努下周会直接扑向日本九州 四国和本州等地区 接下来想去玩火之后才要回台的旅客 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